多伦多,一个文明侠儿,享誉全球的名字。 那么,是什么成就这个加拿大第一大都市呢? 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塔,是多伦多猛龙队,是冰球宁人堂。 当然,多伦多在商业、金融和科技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 与此同时,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经济中心,也是加拿大所有主要银行的总部所在地。 它也是北美第二证券交易所,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大多伦多地区有超过700万居民,安省占加拿大GDP的40%。 作为欧美重要的科技中心之一,多伦多也备受科技巨头的青睐。 亚马逊、谷歌、微软和WeWork、Shopify等公司也争相在多伦多建立分公司。 深厚的服务业和制造业水平也促进了当地的就业机会。 多伦多最大的公共交通系统TTC为市民提供了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地铁线路。 多伦多的联合车站也是加拿大最繁忙的公共交通枢纽。 例如,DVP或是Gardiner等重要高速公路更是像网络一样将多伦多地区的各城区串联在一起。 购物中心、艺术文化和高等教育包括多伦多大学、多伦多都会大学和乔治布朗学院都尽在咫尺。 俯瞰安大略湖的湖滨区,这里的公园让人心旷神怡。 或许,这就是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可以一直被评为世界最佳居住地之一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聚焦Concord City Place,探索一下这个全多伦多最大的整体规划社区。 它是一个占地54英亩,拥有超过12000套住宅的区域。 其31栋高层建筑更是塑造了多伦多宏伟的天际线。 社区周边沿线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级景点,像是Scotiabank Arena、CN Tower和Roges Center等。 经过20年的发展,Concord City Place现在拥有一个占地8英亩的公园,一个社区中心,一个图书馆,多所学校,以及丰富的零售和服务行业。 Concord Canada House是Concord City Place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项目。 由两座分别高达71层和82层的塔楼组成。 一望无际的安大略湖景提升了湖冰生活体验。 加拿大最高的住宅会所让人眼前一亮。 公寓溜冰场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里多运河,让这里的生活充满浓郁的加拿大风采。 随着Concord City Place社区即将全面竣工,Concord也将通过Concord Sky、Central和The Glosseter on Yarn等项目持续表现对公寓建筑和科技创新的追求。 在娱乐区,位于38号Wipmere街的Central项目带来了最先进的智能设计,让你憧憬着高科技的明天。 Central项目是安省首个配备百分百电动车停车位的公寓项目。 其包括停车场在内的所有区域都将覆盖WiFi信号,让住户时刻保持在线。 智能化的门禁让住户的出入更加得心应手,针对冷冻包裹的储藏室和智能储物柜满足了现代网购文化的需求。 加上遍布大楼的无线充电设施,为住户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先进的会议室配套设施满足了当今居家办公的所有需求。 在著名的样街,最近落成的项目The Gloucester on Yarn可指导Wellsley地铁站。 这里也启用了最新技术Concord Biospace,多层系统可改善高人流量空间的空气流动和过滤。 智能手机在这里变成了钥匙,可以通过手机进出主要出入口和公共区域。 楼层间水流检测系统和远程关闭功能让你无后顾之忧。 此外,大楼里的包裹储存系统让你的每一次收件变得安心。 Concord Sky高耸于多伦多最著名的样街,毗邻世界级地标灯达式广场。 建成后,Concord Sky楼高将达到约1000英尺,会成为加拿大最高的建筑之一。 为了成就这座未来的地标建筑,大楼外墙的照明装置可展示动画信息。 全面升级的设计标准,让Concord Sky成为加拿大最具影响力的地标之一。 Concord开发的项目都占据黄金地段,升值潜力巨大,不仅打造了多伦多最受欢迎的整体规划社区,更是通过市中心多个地标性开发项目,重新诠释了现代高层公寓的生活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